做工程的人 就跟一个游牧云组一样 去到哪里 停到哪里 在那边坐着 比如说每年的 遇到台风的时候 几乎贪荒 特别是落死的部分 很危险 出入就不方便了 下大雨 谁冲走没有路 路面都没有 很久 我遇过的是 在九公里二十多天 没办法走路 走路回来中澳 外面物资要送进来 甚至它会从西部绕过来 所以造成我们的补变 为了给东部民众 一条安全回合道路 所以把整个苏花公路 分成三段去兴建 苏澳的总长是38.8公里 其中苏澳冬澳段是9.7公里 然后河平段是20公里 那河中大清水是9.1公里 我们希望把这条路提升为一个 比较安全抗灾性比较高的道路 苏澳冬澳 苏澳冬澳这个路段里面有一座 比较特殊的桥叫白米棋贝桥 跨境高达150公尺 造型非常漂亮 那它的设计是因为位在白米旺社区 所以它的两座桥塔是镂空的白米粒造型 它是台湾第一座也是东南亚第一座 在做任何的工程我们都会去把七地一分为二 在做这一个工程我们都非常的注意一些生态保育的部分 老树的部分我们总共移植了150多棵 那我们也甚至有补植的部分 在空气品质部分甚至水质也是一样 我们自己都有做一级监测或二级监测 苏花改工程是我们国内值得肯定 在自然生态及工程可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典范工程 苏花改总共有八条隧道 总长度超过24公里 接近两条雪碎的长度 特别是在贯穿中央山脉这个部分 它的工程难度是相当艰巨 那克服它 对于我们工程人员来讲 这是一种挑战 我本身也是发炼者 可以为家乡开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这是一个让我引以为傲的工程 那它比较特别是它启用的一个复合式的点排系统 那包括通往南道包括水雾 这也是台湾首次采用这样的一个主动式消耗系统 对耳后这种救灾来然会大幅的提升 通车之后基本上发动民众 回家安全的可靠性会大幅的提高 真的很期待 真的很期待 像礼拜六礼拜天 甚至于春节中秋节 没有办法回家陪家人 这个会 当然我也想要说小孩子下课牵着他一起走回家 对我的小孩可能 是我比较 是我对他们比较遗憾的地方 的这种基础 调子 特别友谆 借人 我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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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